喂,哥仔,在搞什麼? 我在找動物在哪裡 什麼動物在哪裡? 什麼,今天是25號 我在找動物在購物車在哪裡? 不是1號才交的嗎? 你不是不知道 獨立付費節目25號已經可以交的 如果1號那天有馬跑 那天才交,可能會蝕了一閘 哦,原來這樣的新玩法 又是完美,借一部電腦來 讓我自己交月費 沒問題,拿去吧 說完大家見面 最後一件事,問問換叔 你有過遊行嗎? 去了 就是你一生人 有 因為我住的地方 很近 在這個 在這個 現場那裏 現場那裏 就是經常遊行的地方 所以你覺得你走上街已經是遊行的了 我基本上走上街就遊行的了 對 但是我們這個年紀 我們有一個生活的體驗 我們小時候或者年輕的時候 不是那麼多遊行嗎? 當然啦 差很遠 完全不同的 遊行文化是十幾年才有 十幾年 就是你又不用管十幾年了 只有九十年之後 六四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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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開了風氣了 風氣之後 但是以數目之多 一定是踏入二十一世紀之後 這個是據說 很長世界紀錄來的 香港遊行 都是 都是 世界情記名的 真的 是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其他地方 就沒有 視為一個典範 因為香港人遊行 其實在早期 就真的 很有紀律 因為這個 我先說 地點 地點 因為你在地的地方 你很難就叫人去 但是香港好像很容易 那樣 就是不需要怎麼大呼籲 那樣 就是搞一下 講幾句 每個人都去了 那樣東西 我想其他城市是做不到的 那你這個不像遊行的 就是譬如我自己的身上經驗 譬如他的例子 譬如說我們去 加拿大 多倫多 溫哥華 澳洲說來 你譬如要組織一班聽眾 出來 要去吃飯 是一件很難的事 對於我的感覺 譬如在香港約人吃飯 我打電話 要是來 要是不來 那你不會說 只要籌備一兩個月 但是譬如去到一個地方 那個交通始終不同 跟香港 那種人流 那種物質 就不完全 所以在遊行方面 其實香港 有一個先天的優勢 但是始終都要說 一件事就是 如果不是政府 有出現這樣的問題 其實香港人就生活過 這些是 其實說來講的 有一句說話 官迫民返 就是你 你越說這些 外面的人 越說得多 後面的人 就越 走出來 當是逛街 是 等於途樓環一樣 是 是 都要途樓環 是嗎 但是香港天氣熱 真的熱 我們經歷過 譬如說2003年的時候 那些人 你走這樣的時候 就是 如果 那個體能不好 或者 是 已經暈倒了 已經暈倒了 暈倒了 根本 還有一件事 要講一件事 你站在那裡 也有問題的 是啊 你站在一對人裡面 就會暈倒了 實在暈倒了 不夠氧氣 不夠氧氣 真的不夠氧氣 就開玩笑了 這次呢 很特別的 這次出發地點 就是東角度 其實我住在那裡 不知道東角度 假在哪裏 exactly 不知道哪裏 總之就是一條世界制 站都站不到的人 這次特別是哪裏呢 就是 有些事真是造成的 真是天意造成 就是 你變成了 沒有大台 沒有明星 沒有人呼籲 什麼都沒有 就這樣站在那裏 站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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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可能警察說 走啊 你快點走啊 不要站太多人 站在那裏 太危險 站在那裏也危險 不要說什麼 變成一件事 這次很有趣 沒有什麼人帶頭 一來沒有明星帶頭 也沒有人喊咪 前面喊 沒有人喊 什麼都沒有 但你要知道一件事 其實經歷過 就是2014年 那個雨傘革命 所謂那些大頭啊 偶像啊 大台啊 這些東西 應該拆光了 這次真是很聰明 還有一件事 大家都自保啊 自保最好處就是不要開聲 是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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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ód Munich 綻藝鐵鐵站 那裡 那裡 其實那裡也不重要 最後那裡 例子 你現在 比如說這些遊行 以前也跟商量說過 不是一定要在器店 就是 � surtout什麼呢 涼疫運人數 那妳知道嗎 一年來� d �inda 不在器店那裡不算 現在很簡單 最簡單一點 其實 咓�릴好 沒有る 就是 陌erves 就 那些浪 Arenos 到他金鐘的位置的時候 銅鑼灣還沒出 還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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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記不記得 2003年那個年是怎樣 下午遊行 晚上九點鐘都還沒出到 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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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隊 就是在維園那裏 這些其實計算是多餘 用時間來計算 用時間來計算 但是你記不記得有幾年咬過數 那大家 被人挑戰過 就挑戰過一天 你用時間來計算 還有一件事 人們不想不走 不是想走一晚 不是想走一晚 是被迫走一晚 走一晚是難過走得快的 你想想 越走一晚越難走 你試一下走一晚給他看 還有這麼熱 其實警察都想早收工 我都聽警察說 快點走 早收工 趕人走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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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是龍太長 好 這就是整件事的背景 我想問你 如果你是政府 你現在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這件事我們不要考慮 不要回答這個問題 等於你收那麼多資金 就自己想 真的 千萬不要妄居 在世界上早早追傻 時代回答 他收那麼多錢 他坐的位置應該是他想 是吧 是吧 有很多人收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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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收到錢 就自己想 是 是啊 是啊 真的 千萬不要認得厲害 這個世界 那再問你 那你猜這件事發展的方向怎樣 都要解決問題的了 都要解決的 即是你不能說我看不到 即是你不能說 我告訴你 你100萬人上班 我照過 是吧 因為試過糟糕 試過糟糕 都要解決的 是 都要解決的 是 最好笑 即是現在 啊 啊 正在報出什麼 叫那個 即是台灣殺人案那個人 自首 但那個人 不知道 有沒有空去自首 即是方方面 正在坐牢 即是他 他自己都沒有收到消息 坐完 就是那邊大問題 台灣又有死刑 就算這件事不說引渡條例 都有一些法律上的一些難關要過 這些就是他自己搞了 我們不要想這些東西了 不過自首是其中一個方法 即是單一案 但這個人 即是這個人 對社會發生這件事 我想他是 他不太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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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個人的事情 是搞到整個社會 翻天覆地 有時候 那歷史就是這樣的 他感受不到 已經令人害怕 因為他坐在裏面 他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 那他可能這個人 都未必關心過社會的事 沒感覺到什麼事 所以有時候這些歷史 歷史是很奇怪 很奇怪 很巧妙 而且你猜測不到 即是 即是 我們這次 我還不太理解 一件事 很有趣的事 就是香港的 香港港島的街 真是窄一架 習慣 人多 你可以調轉說 也可以說人多 習得交關 我們都利用我們自己的 人生的經驗 可以告訴大家 即是 我們小時候 港島區 是疏落的 即是你不會很想像 有一天好像旺角 港島區是很靜的 即是 不是很圈蛙的 但是現在就 現在沒辦法 沒辦法 你經過銅鑼灣 人口太多了 唐鑼灣 你做得四五十年前 不是這樣 很簡單 其實應該 蘇共門口的斑馬線 其實是世界紀錄來的 那些斑馬線 其實可以列入世界上 最重要的那些斑馬線 沒什麼人去研究那些斑馬線 就是 有人曾經說過 世界上最厲害的斑馬線 就是六本木的斑馬線 它差得遠 租窮門口的斑馬線 比真是天能地比 那些斑馬線 我想說 就是要提出來 這條斑馬線 這麼嚴重 即是去到無可負擔 無可負荷的斑馬線 那條斑馬線應該 那條斑馬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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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二十四小時 在轉播中 網上直播二十四小時 因為二十四小時 有人走到斑馬線 那張晚上拍不到 那天天一定是拍著的 那蘇共門口 也值得二十四小時轉播 根本就逼得太教授 逼得隨時發生事情 那條斑馬線 還有那個被報告 曾經應該是世界上最貴租的 最貴租的 最貴租的 那些賣果汁的 那些 賣果汁的就是世界上最貴的 沒有 沒有賣果汁的 沒有賣果汁的 一定是賣 賣金或者賣藥 賣藥 所以呢 我們總括 其實香港本身有很多世界第一 問題就是 你在那個國際媒體裡面 他不去大肆宣揚和分析 有時候他留意不到 譬如說他留意到 李居明的 Donald Trump的粵劇 那他的關心 但有些事情他醒覺不到 告訴他 喂 蘇共你斑馬線 敵了世界紀錄 應該要講講 但CNN經常都有做這類新聞 譬如說什麼世界第一 或者什麼十個什麼什麼 我相信 有些人他們會做 尤其是 我不知道你會否發覺 在1997年之後 國際傳媒對香港的關注越來越少 但是幾年人多得很厲害 開始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 譬如說 這個安心偷食事件 我們這個做一個新聞 其實我們就不太在意 這個新聞 但我發覺很重要的一個轉變就是 這個新聞是 是 還有一件事大家真的沒有 一定要完全明白的道理 最近 最近 蘋果要登記 登記 登記才看到 這件事證明了一件事 現在 全國大陸 都說這件事的時候 表示那些人都知道 蘋果日報的新聞 表示那些人都沒有登記 有沒有登記都不重要 都有人傳出去 那個 是一個宣傳效果 那個宣傳效果就是 他剛剛碰到這個安心偷食 他早一個星期到他做這件事 那當然很多人罵 但他這麼好處 就是剛剛做完這個登記之後 就是安心偷食這個事件出來了 說那個登記的數量飆升 一來是 這個大家都知道 我們不講這個點 我講一個點就是說 你不登記 都看得到 都看得到 這個點最重要 真的 就是說呢 還有一件有趣的 不是香港看到的 是大陸看到的 那問題就是 為什麼大陸會對這件事有興趣 這件事我們不要講 意思是說 就是 蘋果的新聞 已經去到大陸 那這個很久了 這個就很久了 那些沒有登記的 一樣看到 就是他要看就看到的 是 是 有人傳給他看的 是 有人傳越的 我們不要講哪件事 等於他可以傳的話 就傳到的 是 可以衝破他 重重關卡 不是 那這個很似乎 那個官方的態度 他給你過 不給你過 還有一件事 你說得最適合這句話 官方過 有些網站 是 重要網站 大網 大網 都傳 不是 那些網 最重要的網 都講 大哥 就是 我問你 百度講不講 北度也要講 就是說有些東西 紅了這麼交關的時候 他都要講 是 但是這個紅 我是莫名其妙的 那你 等於就是人數而已 人數關心 就是他的大網 大台 或者大報 他不講 他不行的 是 這次真的 不過這樣說 如果反過來 如果是中國那些明星 香港人又不是很理想的 那這是香港的事 香港不管他 但是他一樣是要講的 他一樣是要講的 他不講是不行的 為什麼呢 他不講 就變成他沒有 他給別人讀者 拖起他 就是以為 哇 這麼大件事 人都知道的時候 你不知道 就是你不講 有什麼不講 就是說 哪裏有維穩 哪裏有示威 但是 坦白說 那些新聞是幾個沒問題 是吧 除非很特別的 這個很人知尚誠 我們告眾多年新聞都知道 就是這一類新聞 大家看就很開心的 因為你可以講 參與可以講 是吧 譬如那些很happy 那些很hardcore 那些新聞 你有看而已 可能大家看而已 但是大家不會 不會很熱 很熱 來講 是呀 不會幫你再傳 幫你再分享 再分享 所以就 我想如果從那個維穩角度來說 他給你分享你的新聞 有一個政治作用 在那裏 讓人去關心這些東西 是呀 就是轉而目線 轉而視線 還有呢 大家又輸解一下他的情緒 就是變成這些新聞是重要的 就是變成 你大外孫 還有這個 都是那些東西的道理而已 還有一件要講 就是 大外孫就證明了真的失敗了 因為現在呢 大外孫的人呢 領導人呢 都不行 都被人拘捕 那這個是他自己一個 就是自己教自己而已 就是 就是說你有些東西呢 這個世界歷史的那些東西 不是你設計出來 是說出來 不是你一想出來 就斟策洋助理 都失敗了 是 就是不是說 我去計算這件事 我計劃這件事 一定出到你自己想要的那個 是啊 因為很簡單 我們再講 重複講一句 千人計劃就失敗了 千人計劃 就是千人坐牢計劃 全部那些被美國佬寫出來 千人計劃變成千人坐牢 但是我的孫就變成 就是 連孫自己的孫 都 頭都失敗了 就是這些東西 就是沒得設計的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 很多人做很多事 不要太公於心計 都想心計 真的 就是 國際關係 等於你做人一樣 你選人太多 那你真是當人家過得是傻子嗎 就是被你騙一兩次 那你覺得很容易 但是騙八次 別人還想當的時候 別人那個國家 不會站到一二百年 都還是地球界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真的想不到 你大外宣 然後自媒體 全部都自己搞出來 你在自媒體 現在就玩完了 不是玩完了 一發包可收拾 就是 每個人的評論員 現在 每個人都自媒體 你怎麼周十 實名登記也好 什麼都登記 什麼樣的人攻破你 你搞不定 你完全控制不到 我也是那句 如果你做人也好 你做從政也好 你從最根本的東西去著手 譬如你管這個國家 你最大 你最想要問那個問題 就是 怎樣令到大部分人都幸福 這個 我再說 再說完 剛才的一件事 一個最重要 今次的一個活動 今次的遊行活動 最特別的一件事 是沒有五毛 亂說話 左派沒有什麼攻擊 沒有得說 因為你找不到人來攻擊 你找不到那些領導人 頭頭 我告訴你 我今次的一個活動 很有趣的 基本上 行活動 遊行 開步那裡 沒有人叫我開步 沒有人說過這個話的 這樣就走 沒有人 你逼著要走 大佬 熱得不得了 這樣就自己走 初頭 他好像說三點鐘 就移到四點 走 沒人知道 這樣逼著要走 是 那你今次 譬如說你 在場有很多五毛 在那裡 很多 堵亂分子 他都沒有聲音出 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做任何事 真是 他怎麼堵亂 他無法堵亂 也無法堵亂 也無法五毛襟擊 真是 所以以後 日後 應該去 就是這樣 就是 化整為零 沒有人大隊 自動自發 自己走 喜歡走 但就不是每個議題都可以 當然 剛剛這個議員 現在撞正社會氣氛 所以有時候這些事情 也不需要太多計算 事情走到那裡 就會自然發生那些結果 是 是 你的政府 你覺得 過了這個雨傘革命之後 香港人很借 你就覺得你喝 喝你做什麼都可以 那就一鋪就給你 是 這次 很大的分 又凝聚了這麼多人出來 凝聚了這麼多人出來 這個真的很特別 很特別 想不到 這個影子都趁機會 就可以回顧 在2003年之後 其實發生什麼事 舉個例子 例如說 這個台本身也是2003年的產品 沒有2003年這個 不可以說是沒有網台 但是它的形式 就未必是這樣 因為 我和阿滿叔也是 經歷過互聯網熱潮 當時我們有沒有在同一家公司合作 我沒有做 沒有任何公司 我完全沒有 沒有 完全沒有 但是我們有共同熟悉的 這些朋友 在那個 互聯網的泡沫 每個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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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 事實上 那個網台那個基礎 已經成立 就是那個所謂infrastructure 但是為什麼 要到2003年 2004年之後 很簡單 就是因為整個文化改變了 就是阿滿叔可能你也有 見過一些社會運人士 我們那個年代社會運人士 誰打誰完全認識 就是你也算不認識他 你也知道是誰來的 現在真的沒有那個 就是隔半年 一個新的generation出來 隔半年一個新的generation出來 現在評論員多到 KOL多到 多到不得了 你怎樣找誰去祭旗 沒有的 沒有的 以前很簡單 你拘捕幾個 其實整件事就完蛋了 現在 你拘捕每個都KOL 每個都講過 所以其實 不要講一下香港 連海外 台灣 大陸 多到不得了 多到真的 你最大的問題 你講香港的事情 不只是香港人講的 還有一件事得意 還有一個新現象 你怎麼知道 現在大陸的有人可以說話 那條片 出到來 在Youtube出到來 這件事真的 你真的要想一下 你為什麼可以出到來 真的 翻巡了 這件事就重要了 這件事就重要了 即是說 變成他沒有國界了 沒有國界的 沒有國界的 這個也是香港那個 幸運的地方 你可以想到 當然他也抓到人 也抓到人 因為他抓到人 因為他抓到人 但抓不到體那些 這個真的 抓不到體那些 抓不到體那些 他就要抓 都不是一隻 真的影響到整件事 你可以抓 你可以製旗 但是改變不了現在整個現象 我覺得香港有一個幸運的地方 就是說 譬如今時今日這個處境 這個環境 你想說沒有互聯網 是另一個世界來的 是啊 即是大家想想 如果沒有互聯網 沒有另一個世界 另一個世界 另一個世界 即是我說香港 譬如我們怎麼表達那些不滿 怎麼組織那些人 是另一回事 即是說現在的世界 你沒有得這個 即是 以黑蓋白都蓋不到 即是你那些是非的東西 你怎麼做 你怎麼做 怎麼花錢都沒用 你找很多五毛都沒用 是吧 樣子不生性 五毛 我今天看了一個視頻 很有趣 有一個取笑 你找個五毛 找錢找回五毛 你給就給五毛 找就找回五毛 那你就是 即是 那個人是 另一件事 大家都覺醒 知道這些是五毛做的事 是吧 看到的真的 那但是 五毛會有慢慢高級的 不一定跟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 現在人物同勢 他又要轉 他又要轉的了 他現在很簡單 他現在不靠中國人的五毛 他要靠外國人的五毛 鬼佬五毛 找一個哈佛大學教授做五毛 是吧 他找一個哈佛大學教授 他都要花多月 要花美金 以前花人民幣 現在花美金 那他錢多嘛 港幣 他錢多嘛 一萬多億的大佬 維穩費 真的 但是效果越來越不見效的時候 他終於要收聲 一定要花窮他的 不是花窮的 最大問題就是 花錢的人都要下台 是 是 是 這個大禍 這個很荒謬的事情 我經常講 我這裡提過很多次 其實 有本小說出來了 就是陳冠忠者的小說 就是講了五毛 大外宣那樣東西 講了那群領導人 其實什麼人來呢 全世界 在大學裏面 做不到教授的人 就是做了這件事 請了那些人 就是聘不到教授那些 找不到最好職位的人 全部請了回來 就回到北京 全世界幫他們做事 就是那些人 就是那些 在美國精英 入不到精英 那些人 那個圈 入不到精英 那些人 無法做 就請了那些人去做 這件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就請了那些精英 那些香港的那些 以為自己很重要 其實差很遠 你要拿北京的錢 是美國那些二流精英 就在那裡漏出來的 是是是 最大的 最高級五毛在哪 在美國大會裡面 因為我見過你多 好了 我們第一次要記住 我們第二次要回來 喔 不是 不是 我 不是 我